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舒适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我们很多人都称之为家。 有趣的是,我们把自己困在这个我们称之为家的精神家园当中的时间越长,就会感觉越不舒服。 唯一获得真正的舒适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达到一种思想上的高度。 在这种高度上,我们能罔顾那种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不适。 任何环境下都能够感觉到舒适。 而问题在于,当大多数人面对让他们不适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自动的反应就是逃,而不是站。 我们可能不会从实际所处的物理位置逃走,但是我们的思想会想着朝着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精神上的舒适区逃过去。 就算我们的肉体是静止的,精神却想要动起来。 这种当下这个时刻在头脑当中产生的投射会造成紧张,或者说它虽然不是每次都会造成紧张,但是因此产生的紧张除非得到解决,否则就会持续很久。 紧张感持续的结果就是,它会让我们陷入一种迷茫,不知所措,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的精神状态。 我们会不知道接下来要追求什么,因为我们缺少了不是所带来的清晰明确的感觉。 而且,我们也不会为了让自己对未来有更清晰的感觉,而故意让自己不舒服。 相反,我们会与之抗争,会努力地避免不舒适侵入到我们所追寻的清晰感当中。 紧张就是这样的,我们会不堪重负,不知所措,迷茫懵懂。 我们的拼图缺失了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只有在我们整齐划一的前进当中才能获得。 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人生中不断前进,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或为了这个图中的某些东西而努力。 我们一片一片地收集其缺失的拼图,从而获得了对未来的清晰认识。 而糟糕的是,当我们处于迷茫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很难从眼前的困境当中抽身出来,看得更大更远。 这就让我们没办法看到问题本身之外的东西。 当我们的目光只盯着问题的时候,我们满脑子就只剩下这个问题了。 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与现实互动的方式,心灵决定着视角,视角决定着感知,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 这里面最高层次的存在就是我们的心灵和思想。 我们的思想从上而下地对我们产生影响。 因此,大多数人的眼界都很狭窄,尤其是当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这就让他们对于目前的状况有了一个负面的看法。 你对一个目标的认识尚不明确,这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之后负面的看法就导致了不准确的决策,不利因素因此不断累加。 我们的目标是要巧妙而优雅的生活,也就是不论我们的头脑要如何解释当前的情况,我们都要活在当下。 当你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生活,不断拓宽你的眼界,获得接受现状的能力,收获进步带来的喜悦时,你就会发现自己从前上当受骗了。 那些约定俗成的道路并不能通向美好的生活。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三个不同的观点。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产生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是你痛苦的根源。 我们很喜欢哲学,也常常会探讨哲学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哲学很快就会出现漏洞,因为我们发现理论必须符合实践,哲学必须立足于现实。 哲学家们能一直站在智商的高地上,表现自己的智慧。 但是,他们能经营一家企业吗? 企业着火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办呢? 企业员工集体辞职的时候,他们又要怎么办呢? 市场风向变了,他们必须调整,业务时会怎么样呢? 当那些著名不著名的,不自称是哲学家的哲学家,告诉你要如何吸引到理想的伴侣,或交到男朋友或女朋友,教你怎么玩文字类游戏的时候,能有用吗? 他们真的有什么成果能证明其有效性吗? 当你想创建个人品牌,并开始撰写文稿的时候,哲学有用吗? 你会查看各种链接,收集资料。 但是到真的要发帖的时候,你又犹豫了。 作为一个哲学家,你时时刻刻都在谈论行动,说不要不断拖延,不要成为你脑海当中期待的奴隶。 但当你上传视频的时候,掉粉了,或者你发了邮件之后,订阅者减少了。 这时候你要做何反应呢? 你在实际生活中又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你的狗去世了,你的兄弟被绑架了,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必须要言行一致。 当你好好观察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你在生活中一个很好的实践就是观察这个社会,社会当中固有的模式。 我们有一大帮不健康的健康公众人物。 有些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确实照着做了。 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自己的理念。 还有些人干脆就不大张旗鼓地宣传。 或者还有一些人他们不健康,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认为自己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吃下了更多的食物。 而且,他们不会优先考虑健康状况。 在这些情况之下,他们都是言行合一的。 但是还有些人,高调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立了健康人设,理论体系一大堆,但是行动上却跟不上。 这样他的行为和他所持有的观点就不一致了。 这就会造成紧张,使他们感到怅然若失,消极低调,不知所措, 无法获得自己期望的结果。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健康这个领域, 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比比皆是。 商业领域中的人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聊的话题,发表的观点, 都会尽量保持和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 还有被我们的频道吸引, 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的共同目标保持一致。 所以说,最好的哲学就是能立足于现实的, 并且要符合自身条件的哲学,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各不相同, 最终我们都需要创造出最符合自身的哲学, 然后以此为标准去生活, 而不是直接接受别人的观点, 或者别人提出的强硬的建议。 所有观点你都要测试过, 找到那些符合你自身人生的, 还要看清哪个部分能够应用于你的生活当中才可以。 我们能够给你提供无穷无尽的商业建议, 保证你365天不重样, 但是只有某些东西才能够适用于你当前的状态, 其他的都无法与你的思想水平产生共鸣, 不会有助于你的行动, 只会造成你的精神内耗而已。 所以你必须从根本上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内容, 对它们进行重构, 对你有帮助的你就要采取行动, 然后内化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的知识或理念, 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观点是期望与现实。 期望是你的信念, 往往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中, 期望就会被逐渐地植入到我们的头脑当中, 期望是某事应该或将会发生的假定。 孩子们就常常被教导说, 他们应该从事一份高薪工作, 长大以后应该从事律师或者医生这种能挣大钱的职业。 宗教信仰也是一样, 孩子们从小就被规定周日要去教堂, 有的孩子会欣然接受, 有的孩子则不会接受, 他们会反抗, 这就会造成紧张, 不知所措和不确定, 从而引导他们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如果他们能放宽眼界, 认真的思考, 努力地采用有益于他们未来的行为方式的话, 可能就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 期望会让我们的思想变得狭窄, 只朝向一个可预见的未来。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它会关闭我们对其他有可能的未来的想象, 减少我们的可能性, 因为这都已经定下来了, 对吧? 这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我们没办法放开眼界, 思考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我们社会当中, 默认情况就是大家都要按部就班地上学, 找工作, 然后65岁的时候退休, 这就是很多人的期望。 因此, 他们会运用自己的能力朝着这个期望采取行动, 他们会努力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自己的期望, 而这通常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更多的痛苦。 当然, 我们不是说这种生活完全是苦不堪言, 我们不觉得有人的生活会是全方位的痛苦不堪的, 你理解我们的意思就好, 我们就是想说, 如果你好好观察这个社会的话, 就很容易发现, 遵循社会投射到你身上的那些预设的期望会给你带来痛苦。 而这些期望所造成的狭隘的视角, 会影响我们对目前情况的看法, 我们对情况的看法会左右我们的选择, 这些选择会与我们所持有的狭隘的想法相一致, 正是因为那些期望才导致我们的路越走越窄, 那些偏颇的选择就是构建我们自己未来和人生的专实, 我们现在就以一个背负了很多责任的人为例, 这些人身上担子很重, 但还想创业, 这种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他们看到那些没有什么负担的人, 在6到12个月之内就实现了商业上的成功, 这时候他们就在没有考虑到自己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产生了期待, 他们把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别人做到的事情和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这件事概念化了, 认为自己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不得不坚持做自己的工作, 才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他们没能面对自己的处境的现实, 其实事实是, 他们没能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 往事已已, 他们没办法改变, 那也没关系, 没问题的, 你还能做什么呢? 你肯定不能穿越回去改变这一切, 那么你越早接受真相和你的现实情况, 打开格局, 看到自己能够抓住的潜在机会, 就能越早从一个对你来说更有利的角度来看待这整个状况, 这样你就能采取相应的行动了, 到那时候, 哪怕你需要花费比那些极早开始的人更长的时间, 才能取得与他们相同的成就也没关系了, 至少你在行动了, 你开始的越早, 你就能越早吸取教训, 那样即使你花费的时间比那些担子轻一些的人要长, 相对于你自己, 你也能更早得到更多成果, 认清了现实, 你就不会在网上随随便便看到一个人, 就树立跟他一样的目标和期待, 你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产生你自己的目标, 以一个更好的方式感知当前的状况, 然后找到适合你的导师, 接受更好的教育, 听从能够帮助你在当下特定状态下, 更好实现你的目标的建议, 但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寻找, 而不能直接获得或等着别人给你, 这就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商业人士会建议你缩小目标市场, 我们也会建议你把目光放在你能够帮助别人实现的目标上, 因为这样你就会聚集一群有着共同目标和相似处境的人, 操作起来就会更加游刃有余, 但是就算是这样, 大多数时候很多硬性的可操作性的建议, 也并不能直接应用到你的处境当中去, 你必须要提取别人所说的内容的精华部分, 然后再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现实情况当中, 因此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观点就是概念和经验,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现实就是经验, 所有事情都是经验, 所有的概念、知识等等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 这就是它们的来源, 在你亲身经历某件事情以前, 你是没有发言权的, 这里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就是神, 神的形式有很多, 有很多种概念, 也有很多误解, 这是一个指向体验的概念, 上帝、婆罗门、无限、宇宙, 无论你用什么宗教或角度来描述它, 都是基于你的经验, 宗教人士会接受这个概念, 就像你秉持一种对未来的期望一样, 这是一个你坚信和认同的概念, 这时候当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的时候, 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紧张, 因为经验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 所以必然会产生很多分歧, 这当中又有一个区别, 就是知道和了解, 概念只能让你知道这是什么, 经验才能让你了解这是什么, 而知识又建立在对现实的了解之上, 它是象征性的, 代表着一种经验, 了解是人类意识的一个固有的方面, 这是内部与外部的区别, 了解也是我们人类意识所独有的东西, 就像我们注意力的深度, 我们的创造能力, 我们对于未来的规划能力一样, 了解的能力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另一个特征, 所以说, 人类就喜欢在没有真正的前进, 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经历的前提下, 就把事物概念化, 断言这个事物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直懂理论的哲学家的典型定义,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 在人生当中, 要想真正的前进, 解决问题, 走出去, 实现目标, 就超出了人们的舒适圈, 这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体验, 在我们来看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如果你只是不断地概念化, 不断地在现实之上, 添砖加瓦, 构筑其他的东西, 只处于精神层面的话, 你就不用费心真正地去前进了, 只要住在你精神上的舒适区里, 把自己好好保护起来, 沉迷温柔香就可以了。 所以, 我们最后一个观点就是, 什么是, 什么不是,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是你这一生当中听到的最有深度的话, 但是很多人却没有理解到它背后的深意, 把是和不是区分开, 是弥补期望与现实, 以及经验概念之间的差距的好方法。 当下时刻, 或就在你面前的事物, 或你的直接体验是事, 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一整天都在想象去健身房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你快要锻炼完的时候, 你手中的哑铃的重量, 却是唯一你没有办法被标签化的困难, 这就是你对困难的体验, 只有那个当下的体验才是唯一的真实, 除此之外, 都是虚妄, 当你概念化, 思考, 预测这漫长的一天会有多么困难的时候, 你可能就只是在空想, 或者你觉得自己跟亲身经历了一样, 又或者曾经有过与之相关的负面情绪, 但是你并没有真的经历那种感官上的刺激, 这就会造成一种紧张, 从而引起对你不利的行为, 就好像你根本不可能去得了健身房一样, 但其实你根本都没去做你认为困难的事情, 可能当你真正着手去做的时候, 会发现这根本就没那么困难, 你费心费力地想要用自己个人的品牌闯出一片天地, 这个叫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而除此之外的那些事情, 像是你会想, 我根本不可能能创业, 我掌握的技能不够, 这事那事我都做不了之类的, 这些就都是无谓的东西, 这些不是你能够从中提取经验教训的实际体验, 你要记得, 别人从个人经历当中学到的经验, 是没有办法直接教给你的, 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地理解, 如果你要评论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有效, 那你就要真正身体力行地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 对吧? 如果不准备付诸行动的话, 那就没必要花时间去看了, 当然, 我们不是说概念或期望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就都是不好的, 它们肯定没那么糟, 也是非常有用的, 只是说它们应该被视为大方针, 当你只从消极的角度理解它们, 钻进牛角尖被困在其中, 你的思维整个地封闭起来的时候, 你会因此而变得压力山大, 不知所措, 焦虑不安, 忙无头绪, 很多人都深陷这个泥沼当中, 这之后, 你就能通过了解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别而抽身而出,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所在, 信念, 期望或概念, 或者那些在你头脑当中萦绕不去的东西都不是现实, 它不是在你面前实实在在的体验, 你是有能力更仔细地审视它们的, 那些精神上的大师都是这么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冥想是一种很好的练习, 你至少应该试试, 或者在生活当中把它应用起来的原因, 因为它能让你脱离头脑, 进入到现实当中, 让你能够驾驭那些能帮助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朝着正面的未来可能性进发的概念和期望, 也就是说, 你能够打扫屋子, 而且, 就算你并不想打扫, 你也可以把屋子整理好, 这里打扫屋子这件事换成任何活动都是适用的, 驾驭了期望, 你就再也不会拖自己的后腿了。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说, 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从创造它的同一层次的意识中得到解决, 问题是人生固有的一部分, 它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生活的系统当中了, 问题就是造成期望与现实之间差距的火花, 尤其是当你不具备应对特定情况所带来的挑战的技能时, 这个火花就会尤其耀眼, 只有当你缩小差距并真正看到问题的本质时, 才能更好地解决它们, 因为这需要你能把眼光放远大,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这样你就提升了自己的意识水平, 或者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把它定义为你思想的水平, 我们这里说的思维是你与现实互动的方式, 你要把你的视角想象成你思想的水平, 是包含了你所有信念、想法、概念、技术、经验和未来潜在可能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认为可能的事情和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包含在这当中, 所以这个视角变得越宽广, 你的思维水平就越高, 这就意味着你能够从更好的角度看待问题, 这样你就不会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期望或概念或其他什么东西, 因为你已经从自己的经历当中汲取了很多不同的, 本来并不存在于自己脑海当中的东西, 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被定义, 也没有跟任何期望、概念、意识形态和信仰绑定到一起, 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壁垒, 通过解决问题来提升自己思想的水平, 每解决一个问题, 你就能够从一个更轻松、更愉悦的角度来看待人生, 因为你完全理解了这个问题, 你知道这是能解决的, 也知道肯定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你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你的思想水平和你所处人生阶段的主要指标, 有些问题是比较表面的, 像是恢复健康,提升自己的银行余额, 处理这两个问题之后的感情问题, 提高自己的情商或者幸福感等等, 因为当你搞定了这些问题之后, 你就把握了生存这个方面, 之后你的思想就会达到另一个水平, 那时候你就会更有创造力, 就能够更从容优雅地在这个世界任意驰骋, 也就是说你需要不断地解决自己生活中更多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 也是整个宇宙不断进化的意义, 如果要为我们进化的阶段来设置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 那就应该是我们思维通过解决问题而进化到的水平,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实现个人的进化, 你就必须提高你思想的水平, 而这就要通过解决你人生中的问题来实现, 所以当你驾驭了生存的问题之后, 你就可以加入到一个跟你有共同目标的集体当中, 来帮助别人, 把与你志同道合的思想汇集到一起, 解决更大的问题, 从而提升整体的思想水平, 这样每遇到一个问题, 你就不得不为了解决它而缩小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每次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收获一个经验, 这样将来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才会更加得心应手, 经验就是这么取得的, 这些经验转化到商业领域也是一样, 因为产品也是要解决问题的, 这就是商业的根本所在, 你要通过为别人解决问题来交换珍贵的资源, 而在商业领域, 这个资源就是金钱, 但是它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 钱只是我们现如今这个年代使用的东西, 过去还有以物易物的形式, 而金钱是现在这个年代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逻辑还是一样, 你的经验越丰富, 或者你解决的问题越多, 你的业务的获利也就越多, 我们并不是说你现在不具有能够帮助别人的经验, 你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思想水平了, 是吧? 如果你曾经做过一些自我发展或自我提升, 那你现在就已经拥有足够的经验去帮助别人了, 这时候我们就建议你可以脚踏实地, 从头开始, 因为教学相长嘛, 你可以一边做一边学, 这样你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把各种知识串联起来, 获得更多的经验, 之后你又能看到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保持一种平衡, 因为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期望, 就好像现在忽然让你爬上珠穆朗玛峰一样, 这时候你肯定会觉得, 我做不到啊, 我怎么可能做到了, 爬不到一公里, 我就要累死了, 每天都走不到一万步, 是不可能爬上珠穆朗玛峰的, 大卫戴达曾经说过, 当你能够敞开心扉, 不断测试自己的极限的时候, 你最深层的目标就会自动浮现出来, 同时, 你会看到一层又一层的目标, 每个目标都会朝着完成你的最终目标更进一步, 所以要达到新的思想水平, 你就要与问题狭路相逢, 你要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要发现并追寻那些你能够解决的目标和问题, 不断接近那些从你的目标当中衍生出来的期待, 因为问题和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你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克服这个问题的目标, 这样你就能不断缩小目标基于你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就好像我们想从零赚一百美元, 这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期望, 当你从目标的角度看到了很多问题, 并通过解决一系列出现的问题而弥补了这当中的差距的时候, 你就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看待问题的视角, 这就是你在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因为你要不断接受自己能够承受的挑战, 为了解决那些问题, 你就必须要做那些能够提升你技能的事情, 要获得能够更好的看清问题的知识和技能,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几个具有操作性的步骤, 你要如何提升自己的思想的水平呢? 你的生活怎样才能轻松一点呢? 你如何才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呢? 你要怎样才能克服那种不知所措, 焦虑不安和迷茫, 阻碍了你朝着更好的未来努力的感觉呢? 第一步就是追寻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 这里我们说的是有挑战性, 不是对你目前的思想状态来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目标多了去了,对吧? 人的行为有目标,营销也有目标, 梦想中的目标,获得成功的路径, 阻碍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的问题。 目标可以说是所有产生创造力的事情的底层逻辑了, 你会根据它计划你每一天的生活, 会给未来描绘一幅愿景, 会从小处开始采取行动。 你在这个世界上纵横驰骋, 就是要冲向你梦想中的目标, 看清你的境况, 找到获得成功的路径。 如果目标定得太高或太远大的话, 你就不得不制定更多的步骤, 要不就要降低目标, 或者从更好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 所以,你需要一个你可以每天都为之奋斗的目标, 而不是像工作一样分配到你手里的目标。 你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目标, 解决自己人生当中的问题。 每天你都需要抽出30到60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还没做过, 或者还只在起步阶段的话, 那你的目标可能会围绕健康、财富和情感方面。 你要么就是要开始去健身房, 要么就是要开始提升你的财务状况, 你可以等自己起步之后再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 这样你就能对它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你要在这两个方面有所进步, 才能有能力解决生活当中的感情问题。 而内心的平静则是你追逐目标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品, 而不是你需要实现的目标。 当你脚踏实地, 着眼现在, 脑子里始终牢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你是在前进的。 但是这时候你没有在盯着期望, 而是把重心放在了自己现实的处境上。 你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 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 包括你的目标也处于变化当中。 所以当你实现了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为自己设定下一个目标。 第二步, 当你追寻目标的时候, 你也要保持对当下苦难的觉知。 那么, 你对挣扎, 困难, 不舒服和艰难这些词, 有什么判断或理解呢? 它们会让你对未来产生强迫性想法吗? 你会立刻跳转到对它们的期望上吗? 它们也许会让你想起过去的错误, 会让你对它望而却步, 陷入痛苦的漩涡吗? 它们只是你过去的投射, 并不是真的。 所以你必须时刻注意当下的困难, 留意你自己的感觉。 你要明白, 当你在跑步机上感觉步履为奸的时候, 你是无法看到自己的未来的。 你必须关注你正在经历的实际感官感受, 而不是你心中对它该是什么样子的期望。 或者说你必须要意识到自己脑海当中的期望, 你会在脑海当中想, 这个应该很容易, 这个应该不难, 我的时间还不如做点别的, 我不想做这些, 我现在该走了。 你脑海当中涌现出来的这些小想法, 都不是你现实的情况。 现实情况是, 做到了这些步骤, 你就能实现你的目标。 所以第三步, 也是最强大的一步就是, 你会达到临界点。 就是说, 当你克服了环境中的不适, 开始享受当前的状况的时候, 你就达到了自己的感觉预线。 这里说的是你的感觉, 不是那个状况实际上有多么困难。 当你的思想都聚焦在了你的脑海当中的那些小事情上的时候, 你感觉到的难度就会更高。 而当你接受了它实际的样子, 接受了此时此刻的情况, 而不是只关注自己感觉的难度, 你就会发现并没有那么难。 但你脑海中的想法却在阻碍你泼你的冷水, 这时候你就可以在现实当中寻找更多的乐趣, 因为这是违反你脑海中的期望的。 如果你做深蹲, 做到生不如死, 如果你对于要发布自己的第一篇内容犹豫不决, 你的思想就会央求你再重新检查一下你的想法, 情绪就会充斥在你的脑海当中。 这种情况下, 唯一的出炉就是撑下去。 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要不断地锻炼自己, 提升自己的疼痛忍耐能力, 这样你对困难的耐受力也就会更强。 所有的问题都是各不相同的, 解决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不相同。 混乱是清晰的前奏, 而清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动力。 所以第四步是你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水平, 能采用更高的视角, 这样你就能真正看到问题的本质, 或者看到问题的困难所在。 到那时候, 所有低等级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建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